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近期陡然升级 朝鲜即宣布成功验证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后 又称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 韩国中央日报社论指出 如果不管理好与朝鲜的关系 可能令半岛处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日发出修宪的最强信号 他15号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堂召开的 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表示 应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 并卸入应在发生战争时完全占领平定收复大韩民国 并将其纳入共和国疆域的内容 金正恩还强调 有关条文应明确禁止居民使用 3000里锦绣江山 8000万同胞等误导韩朝为同族的词汇 并加强相关教育 将大韩民国视为朝鲜的头号敌对国家 永远的主敌 在实务措施层面 金正恩还下令 完全切断朝韩合作交流的象征 经义县朝鲜区间线路 这条铁路是半岛唯一联系南北的铁路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在2001年建成 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 又称统一门 也被下令拆除 以从朝鲜民族历史中彻底摒弃统一 和解统族概念 统一门是为了纪念2000年 金日常和金大中会晤而建 位于平壤直辖市南郊统一大道上的 平壤开城高速公路入口 造型是两位身穿传统朝鲜礼服的妇女雕像 联手举起一个纪念盾牌 该纪念盾牌上雕刻整个朝鲜的地形图 统一大道是一条连接着朝鲜首都平壤 至三八县非军事区的道路 有媒体报道称 拆除统一门后所释放出来的土地 将用于为朝鲜国民提供住宅建设 对朝鲜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 韩国总统尹熙悦16号回应指 韩国县届政府与历届政府都不同 一旦朝鲜发起挑衅 韩方将加倍反制 朝方的这种要挟方式再也行不通 值得注意的是 尹熙悦2022年5月就任韩国总统后 迅速倒向美国 摒弃了主张南北和解的阳光政策 而是改为挑衅性十足的大胆政策 全面恢复并扩大多项与美军的联合演习 还通过与美方签署的戴维营宣言 利用美国战略核武器 包括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来朝鲜半岛部署 韩国中央日报社论对半岛局势轮番升级 表示深切担忧 该报认为 一味硬碰硬 无助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和平 该报还指出 实际上面对朝方的措施 韩国除了由国防部喊话 别的部门都无计可施 目前整个东北亚局势都陷入不稳定 此时如果不管理好与朝鲜的关系 可能将令半岛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最危险的时刻 其实朝鲜目前它决定安全问题 主要是靠它的核武器这一块 但是核威慑其实它设计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能力 能力本身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怎样让对方相信 我在关键时刻真的会使用核武器 那么它朝鲜这次把所有关于民族同胞 还有所谓的这种 关于这种所谓关于民族感情的 这一系列概念都删除掉 其实是向外面传出一种信息 就是我会在关键时刻真的会使用核武器 其实是一种 这个是它的核威慑更加可信的一种措施 半岛局势紧张之际 朝鲜和俄罗斯持续走进 据朝中社消息 当地时间1月1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物像崔善基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 会晤中普京听取了有关 俄朝外长会谈结果的介绍 但双方交谈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 当天早些时候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与朝鲜外物像崔善基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了去年9月 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的落实情况 半岛问题等事宜 崔善基表示 朝俄两国之间的互动正在积极推进 我们在新一年年初举行的会晤 将把双边关系在本年度的发展提升至全新水平 他还表示 两国外长频繁会晤 进一步证明了 有着悠久友谊和传统的俄朝友好关系 正按照两国领导人的计划 蓬勃向前发展 俄方还透露 普京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访问朝鲜 具体时间将会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商讨 俄罗斯计划在所有领域与朝鲜发展伙伴关系 2023年9月12号到17号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期间金正恩与普京讨论了多个重大问题 和合作事项并达成共识 当时普京接受了金正恩的访朝邀请 随后俄朝互动频繁 2023年10月 俄外长拉夫罗夫访朝 受到金正恩接见 11月 俄朝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 在平壤举行 同月朝鲜文化省代表团赴俄 参加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 韩国韩民族日报认为 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将把俄朝推得更近 甚至去年以来 俄朝高层交往密切 可以说是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 俄总统普京也在新年贺词中提到 要发展同被美西方制裁的国家的友好关系 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 俄罗斯还是这个联合国对朝制裁的主要的执行国 然后俄罗斯官方的一个主流的对外的一个表态 还是说俄罗斯会原则上遵守联合国的对朝制裁框架 但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俄罗斯会这个根据俄朝关系的发展 会在这个对朝制裁的尺度上发挥更多的灵活性 俄罗斯会原则上发挥更多的灵活性